不吃早餐会造成学习率下降 癌症关怀基金会针对大台北地区67所国小 三到六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有两层学生没有天天吃早餐 除了降低学生学习率外 其中过胖肥胖比例占四成 没有排便比例也近五成 孩子不吃早餐或者是过了八点再吃早餐 他们会比较容易便秘 他们会比较容易觉得自己成绩不够好 同时他们肥胖的比率也很高 所以我们觉得家长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一日之际在雨晨 学龄期六到十二岁为生长发育中药时期 早餐晚吃将会影响学童自觉成绩表现 便秘过重即肥胖 空腹胃酸危害消化系统 且增加慢性疾病风险 一早当中如果就能够摄取到的话 尤其像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的部分 它能够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开始启动 那我们的一个蛋白质的部分 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学习的能力 营养师提醒健康早餐必须均衡多样 扫盐扫糖 选择酥果 全骨类 避开精致加工食品 火腿 香肠 培根等 早餐健康吃 营养大家分 记得西安娜 瑞瑞台北市采访报导